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9日 昨天郭文贵做了一个视频节目 讲到了国内传说发生了政变 未遂的政变 说是原定在6月29号这一天 北京举办这个 请中共建党本年的大新文艺演出 结果因故提前了一天 官方未说明何时演出提前 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猜测了 这个郭文贵讲的 他是在27号爆料 他说北京有解放军将领 秘谋在中共建党百年庆典 当日发动政变 不过就是消息走路了 没获成功 他都被抓了 说是超过300名解放军被抓 其中还有一个将领 他没讲是少将还是宗将 说姓薛 这个应该能查到 没几个人 那么他说这些人 现在已经被抓了 那么郭文贵讲的 他这个消息来源是 他的新中国联邦的革命战友 现在新中国联邦战友 遍布全世界 这个群体是比较大的 而且经济实力比较凶厚 新中国联邦当时开会 一周年的时候 会场展示了很多人 其中有些人都比较年轻 给这个郭文贵赞助的比较多 或者是加入这个投资的 也有一些人 那么内地肯定有些人和他有联系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问题这个政变是不是真的 先不清楚 郭文贵讲的秘谋这个细节 说是有名有姓有世界有地点 说还有一段影片 说因为在国内要求 国内战友要求不能播放 他出事 说战事还不必 不必细说呀 那么这些消息呢 目前没有得到证实 其他消息来源的证实 今天早上看到 海外的万维网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前夕北京传政兵未遂 习近平要摊台 也做了引用 那么本人认为 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联播 看了一下人民日落新华社 在报道这个文艺表演的时候 的确有点很诡异的一个事 不请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个包括授讯仪式 授讯仪式 不是这个文演出 文演出这个习近平出场了以后 表情挺高兴 第二位的李克强不高兴 明显表情阴郁 表情阴郁闷闷不乐 汪洋的表情也不是太高兴 看脸色 这个王岐山走到最后 惊慌失措的样子 反正他原来就是那么一种眼神 永远是给人感觉 琢磨不定似的 飘忽不定也是 这个让人感到深不可测 但是在这个授讯仪式开始之前 有个镜头讲习近平坐在那个凳子上 习近平那时候弄气冲冲 就好像刚刚和谁就发完脾气的时候 愚弄未消 不信大家看一看 特别反常 你想马上就要给这些所谓的这个立下汉马功劳的一些 这个优秀党员要受训了 你怎么能不高兴呢 接着他就上台 上台站的时候 他就转过身那些 看看他站这个地方 这个地下是什么怎么回事 给人感觉好像他怕这个地方有这个机关有洞 好像是后来放心了 然后开始授寻 见到这些 这个第一个吞轮椅出来的 一位女士 她才高兴起来 这说明什么 这在之前肯定出了什么事 出了一个很大的事 否则不能那样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 或许 就有可能真是发生了 母宗 形式的就是 政变也好 你说抗争也好 或者是闹事也好 或者是闹变腻也好 反正是不高兴的事 那到底是不是像 郭文贵讲的发生了一场 三四百人被抓了 还有将领被抓 这种政变 这个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会复苏水面了 但是中共历史上 很多大事都是这样 稀罗糊涂 你像林彪当年 叛逃这个事 老百姓根本不知道 是吧 好多年以后才知道 也是零星半点的 后来一点点在香港 我记得曾经出版过杂志 有人才开始披露 近些年来 才可能半公开的 探讨林彪这事 因为林彪当时 都写进了党政 毛主席接班人 出来说穿着那黑色小板鞋 招手 举着鱼路本 谁能想到他也叛逃 还跑到温多尔汉 跑到这个 又往前苏联跑 结果总土 飞机掉下来了 你说飞机是击落呢 还是没有油了 还是飞机上发射了 就搏斗下来了 就不清楚 到现在是个无头案 这说明什么 说明所有的信息 涉及到核心层 特别是涉及到 这个百年党庆 出了状况的事 那更是机密当中的机密 怎么可能 这个很短的时间就搞清楚 但是由于郭文贵 他本身应该讲 他现在搞这个新中国联邦 虽然招致了很多人的非议 但人的承认 在爆料这个角度来讲 他的确是 他抢占先机 做得是惊天动地 他国内既然有很多的战友 有些人可能就会 给他发一些消息 那这个消息到底真假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真的 就是你这个瘟疫演出 为什么突然间提前了 一般来讲 这种重大的活动规定 那都是按部就班的 几点就是几点 不能随便编 因为一变以后牵一发动全身 以前我曾经报道过很多 类似的地方举办的一些活动 从来没有变动 因为变动以后相当麻烦 因为涉及到很多的部门 实现一些预告 做那些广告宣传 那些投入 那些人员的布置都来变 那相当麻烦 你说他突然间提前一天 而且这一次演出出来以后 我看李克强的表情 就是很失落 给人感觉好像非常非常紧张 非常难过那种 始终就消不起来 就一点就不高兴 你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也不清楚 因为中共总是这样 就是永远不把真实信息告诉老百姓 他告诉老百姓的永远都是什么 都是应当让老百姓知道的 往往都是谎言 或者是一半就一半讲 那么今天万维网 讲了这个郭文贵这事之后 又介绍了另一位 有一个叫小明的自媒体 讲到中共这个粮食行动 释放重大信号 这个的确是 我也看了好多资料 就是最近购买粮食 中共是疯了一样 中国海关总署 6月21号公布的最新数字 1到5月份累计进口股物 股物粉2711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 这明显就是什么东西 这说明习近平开始吞击粮食了 准备打仗 那倒不一定马上打 但是肯定形势非常严峻 你看现在这个印度 20万大军 忽然压到边境 那什么意思 那肯定在美国在背后股东的时候 准备打代理人战争 我现在抓不到证据 吃了哑巴 可以死60万人 你不承认 不承认我股东邻居和你干 是不是 所以说对习近平更是头大 说拜登厉害 所以他靠着这个集体的力量 集体的智慧 玩习近平 不是川普的单刀直入 一个人和你单条 而且是特别坦然 他那个人心知口快 那老拜登太聪明 太狡猾了 根本习近平不是他对手 那普京更是鸡蛋掉在一窝里了 是吧 那都是狐狸和猴配的 各难对付 所以习近平也知道 就赶快吞粮吧 你想这十四级人口一打仗 你光需要炮灰 炮灰得吃粮 对不对 当年是要吃粮找紫阳 现在一吃粮找你去找谁 现在他们这几个都 第一个是狂妄 是吧 李克强有点本事 也用不上 说也废了 那习近平是 什么钱都拿到自己手里 整天在那胡吹 撒谎 你看整天媒体 在那吹 都是假的 为什么进口粮是这么多 是吧 人这篇文章 万维网这篇文章 引用讲到了 说他这粮食价格不断上涨 达到八年来最高 其中小麦的价格 比去年涨了50% 即使这样 中共冷然成倍的 进口粮食 不计成本 因为没有粮 你送粮那么容易 我是知道了 以前都搞房地产 你把我集里的大省到处改房子 一片一片的开发去 是吧 房土地都荒芜了 黑中江的黑土地 也被别人 很多人给搞走了 是吧 这个土地污染也很厉害啊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着急了 知道这个事 麻烦了 你看除了粮食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这个供销社 现在付出太便了 以前像供销社都改革了 根本都没有生意做 现在也把供销社恢复了 通过供销社来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 提升粮食产量 你想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准备在 N个国家自由联盟的危罪堵截下 要求生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了 就像毛泽东这个时代的时候 开始就关上国门了 你不关也不行 谁都不搭理 就布林肯不讲了吗 孤立 当你这个不守协议的时候 可能是战争 如果没有战争 就是孤立 让你陷入孤立 孤立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更可怕 因为习近平将走极左路线 加大对老百姓镇压 和对民营企业的窍续豪夺 甚至公开掠夺 到那时候 中国就是个半群式化的警察国家 那么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下期再见